本节目由冠方山楂树下独家冠名播出 山楂树下新果炸多吃一点也不怕 年到福到运气到 上快手抢山楂树下新年红包 福气运气送给你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亲情打造 优酷全网独播的青春手艺人 打开电视用哭喵 大屏真响更好看 打开优酷APP摇一摇 进入酷耿社区参与话题讨论 看更多德云社和传统曲艺趣味内容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清客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 后人收 说是龙争 古道 话说2021年末 辞旧迎新之时 在这九合交汇的金门属地 悄然兴起了一阵国学风潮 来自山南海北的各路文人末客 民间高手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此 来到了一间民换首艺的小客栈 究竟他们所为何来 客栈中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今日开篇咱们就说出这部青春首艺人 话说这样一干人等 齐聚一堂 只等各路高手纷纷到来 此时节只听闻外 有契乐响动 脚不纷乱 人声嘈杂 若问来者何人 且看正片 解答 有请青春首艺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青春首艺人 文化筑匠心 感谢各位来到山楂树下的首艺客栈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鲜浓美味多吃不怕的山楂树下对本客栈的大力支持 各位 咱们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 我觉得大家对咱们也熟悉了 今天是我们首艺客栈开张的大喜的日子 没错啊 每回呢 都会给大家带点惊喜 这回给大家带来的惊喜 是什么呢 什么呢 你们可以猜一猜 那上哪儿猜去啊 看咱的服装 你看你们穿的都是西服那么帅 唯独我这像个杂役啊 并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更偏向于传统 他那有点像练家子 孟经理说对了 他这个就像个练家子 但是为什么穿成这样呢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就是 我打算啊 拍一部功夫题材的电影 看来日子 咱们现在什么都筹备好了 就是差男一号 谢谢哥 谢谢哥 知道我能演那男一 不是 你姐 这咱也行啊 蛇拳 我是实质名归 这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功夫电影嘛 你得会功会打吗 对不对 对 这你得会 你得有啊 对不对 给他来根骨头 不要 列位 列位 好 停一下 收视 功夫题材的电影 先得有功夫 对 既然这样的啊 那咱就得拼一拼本事了 真得亮亮 真功夫 好 中国功夫历史悠久 最早的雏形起源于人们狩猎和防御的需求 后来逐渐形成功夫体系 时至今日 功夫不仅仅仅是一项武术运动 更兼具强身健体的功能和艺术表演的观赏性 崇尚武德 宽容 忍耐 仁义 尊师爱友 以和为贵 都是习武者的德行修养 所以要想当功夫电影的男一号 一定要内外兼修 要有真本事哦 我看各位的道具也上来了 是 你们打算谁先展示展示 我先来 孟哥先来吧 孟哥行 为大家表演一个如来神掌 看这意思还可以 朋友们上演 计划 他往这边发力 你这树回来了 你往那边推 ballsos 几个羽子 他应该往那边倒啊 你是捣乱的吗 不是捣乱 你怎么捣了呢 对不起 哥 能再来一次吗 这这段先掐了 不能播啊这话 注意了 上眼 注意方向啊 杨小狼 这个这个可以可以 第二次还算凑合吧 我就问你哥 我厉害不厉害 我展示吗你厉害什么 杨小狼有没有正文啊 我可以来一个 你来什么 我来一个 我不用别人帮助 好不好 这是拿的什么 一个板砖 小狼哥在你的眼睛里 那个板砖是不是就跟纸一样拨 是你的吗 我看一半是不是我就 注意手 哎哟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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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这珠安不还跟这呢 哎哎哎 干什么你 不光一块砖 还多变出了一把土 二位二位 这个吃苹果就不叫什么武术技巧 那这个呢 这是要干嘛 飞镖啊 飞镖扎着苹果呀哥 您可注意安全啊 没问题 我绝对练过 您相信我 我绝对练过 您相信我 张炖男只要相信你就行 我很有什么关系 他自己演 需要炖男配合我一下 你没捕着 Nathan 你都戴眼镜的主 那我把眼镜摘来了 哎 你是不是选你我戴眼镜 不是戴眼镜 是不是啊 你不是我 你别生气 你在哪儿 把这个苹果放嘴上 放孟哥嘴上 放你嘴上 这一般这个飞镖有难度的都是闭上眼 然后我现在闭上眼 三 二 一 终于 三 二 一 终于 终于 你怎么练的哥 太拉胯了你们这个真的 三 二 一 终于 终于 你们都练完了 怎么着 哎哟 你也要练练 哎哟 这什么意思啊 这干嘛啊 你瞅好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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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什么节目啊 我是需要喝一口山楂树下 我来消消气 你们完全这是胡闹啊 这不是个游戏 咱们用的是真功夫 我觉得我们那个都是绝技 那你觉得这不错 那跟武叔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男一号还是没选出来呀 咱们得找点重量级的大咖 重量级的 对 请了吗 请了 真来了 多新鲜 一定是重量级的呀 孙岳牵一个大象 孙岳抱杨苏通 你快抽了我告诉你 你们说的都是体重是重量级的 你得在专业素质够重量级的 给咱们培训才可以呀 又得够重量级 然后身份也得够重量级 我跟你说你们也别猜了 你们猜也猜不对 客人马上就到 给你们抓紧时间培训 咱们赶快就开机了 好好好 客人在哪呢 还好了 来 嘘 听见了吗 何人鸡骨 本节目播出期间 官方微博圈青春手艺人 联合圈微博综艺 面向微博网友 共同发起 寻找你身边的手艺人话题 网络寻找活动 待话题在微博发布视频 展现你手艺人的一面 我们将从话题下面 选择优质内容 在节目中展现 赵 Yoo Ting Re aux Ting They 大家好 我们下首 有请向左老师 太好了 欢迎 欢迎 向左老师好 向左老师 我拦着你一点 向左老师 您来过天津吗 我马上要再拍一个天津的故事 真的 太好了 就这么巧 您来到天津什么感受 其实蛮温暖的 蛮温暖的是吧 是 确实天津的风土民情 都非常适合居住 天津也有武术的历史 我也有拜访过了 霍元甲的出生地方 对 霍元甲是天津的骄傲 是 可以说是民族的英雄 对 民族英雄 对 江津老师 您是练武的是吧 不是 我是相声的 那你这样 你要是今儿相声的话 那你就叫师哥 我们是要请一个 这个武术重量级的 重量级不敢说 我是武术爱好者 您说话太客气了 谦虚 其实我们今儿请您来是有一个事的 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客栈要筹备拍 功夫电影 我们缺少一个男一号 那你们请我就对了 是吧 请您来 请您对 请您您什么就对了呢 男一号吗 对 不是 不是 不是让您来 不是让您来的男一号 是您给我们做个培训 那也可以 有一个条件 那您说 我也想学点相声 那没问题 咱们互通有无 那咱们就换着教 您先教我们点武术 哥 向左哥 特想问您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就我特想学一种那种 就是能专门针对单位副总啊 一招致命的那种武术啊 对啊 你这个目标点的古实际 你就应该先把队长先干掉 对啊 哎呀 我的天啊 咱聊点正事 您主要先教教我们 武术 武术 怎么样 有没有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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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赢了 不赢了 太好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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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感觉我这个鼻子都已经见着疯了 像我老师这样 是我们其实学这些东西 也不是为了去跟人家比较打架 主要目的是在荧幕上 让大家看着好看 他都提了舌拳 我都教舌拳 好 舌拳 我想学我跟你学哥 那你当我下巴吧 下巴什么意思哥 我不懂 就被打的 被打 除了别打他嘴 别致随便 针对单位副总 一招致命 想 想我乐意 这个很简单 这个一头十一样 手指 这样 快 快 舅南 咱们的目的是让向老师教咱们 我就跟着学 江泽老师 您还有别的招式要教教我们吗 那你就站一个比较难的马 马步了 哦 马步 没问题 好 手上前 开一步 再开一步 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大家一起蹲吧 你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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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马步都蹲 你看跟个姑娘似的 你这样比较适合练永真 二字前仰马 马什么名 这样 打开 再开 大腿就往内夹着 叶温 永春 叶温 周久良刚才你蹲是蹲不了了 那我们先拉筋吧要不 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拉筋距离吗 我们拉筋 这个筋的距离把它拉长 拉筋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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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会啊 我们会这个 这我们会啊 我会吗 我来啊 会啊 渣渣渣渣渣渣渣 都会啊 是不是 我都说别记那么紧了 真是 不是 就是味儿大点 这倒没别的问题 三 一 没有一个给兄弟增个面的 你来 来 功夫电影嘛 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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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哎 得能起来 不是 起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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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起来 怎么起来 哎哎 哦 这怎么起来 哎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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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江多老师 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培训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教一教您 我连基本都不会 那咱们就从基本教起 好 先教您一个绕口粒 好吧 好不好 比较简单 绝对不会为难你 嘿嘿 来个最简单的啊 说广西撞独自治区 好 桥上掉刀 还有下半句 桥上掉刀 刀 刀掉着 刀掉着 差一点 差一点 桥上掉刀 刀掉掉着 又回去了 又不太对了 你就想啊哥 这桥上掉一把刀 然后这刀呢是刀 反着掉着 倒倒着掉 桥上掉刀 抄上掉刀 刀 刀 道 刀 请注意 下来我今儿您应该配合一下这马步 把我们这绕口粒说一遍 好 来瑞 一位 起 桥上掉刀 刀绑 对 谁错了 我今日有人错了 桥上吊刀 刀刀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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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吊掉了 可见我们这个学会了 刀吊着就没有学会 就扎个马 人家想拍戏啊 我觉得广学姿势还是不行 我们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学会 对 江泽老师 你觉得这个功夫 你最愿意的和什么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对了 我觉得功夫就应该就跟影视在一起 我们也是愿意看五大片 看五大片 先聊到的就是少林寺 对 已经是天花板的 少林寺有个歌 牧羊曲 咱们是不是可以展示展示了 牧羊曲 我都是会唱两句 我试试啊 我试试啊 唱得是真不错 这个还确实是 我觉得大家就欣赏欣赏 这个少林的真功夫 和相声的混搭 百般生意好做 唯有相声难习 出场不用锣鼓 上台不穿细衣 说学逗唱 用嘴皮看得是精神气力 常言道 世界功夫出中国 中国功夫在少林 列位看官 今天咱们说的这段 正是关于少林武功的 绝学秘密 话说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两个小和尚 你又搁着头了 快起来练功 好重啊 放 马不中卷 下 1 2 3 4 5 师兄 我不想练了 快起来都不要来了 马不中卷 下 1 2 3 4 5 师兄 我见识不度了 哇 1 1 4 5 7熊 跑 5 5 4 6 6 6 春夏秋冬四季 头转星移不停 二人勤学苦练 参舞少年神功 自古人生于世 须有一技之能 其无哪容洁净 尽方能不成 历经寒暑往来 曾经的小沙迷 争于学有所成 如今他们已经脱去智气 个个一身浩然雄风 十八万五一样样精通 打上一套拳法 这可谓虎虎生风 有一栋拳 二圆拳 三栋拳 四栋锤拳 四把月家拳 五湾拳 五湾山拳 六核拳 六核八法拳 七胜拳 七青 网九拳 八千拳 八级拳 九进飞龙拳 十把内败拳 十二勾拳 十三太保拳 十三抓少林拳 一十八类小分拳 二十四擦法拳 三十六必手拳 七十二横拳 小尸拳 一百零八罗汉拳 还有空手 应手 行手拳 行翼 心翼 如意拳 P拳 挂拳 七拳 跳拳 有弹拳 快拳 风拳 烂拳 长拳 短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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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挂拳 批挂拳 手拳 自然拳 金阳 太极拳 武当 太一 五行拳 这正是驻我中国之魂 养我华夏威名 东方巨龙腾起 且看少年 英雄 女士吒 女士吒 太好了 太好了 确实很精彩 来 几个小朋友 咱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从你开始吧 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袁宝 今年五岁 洗舞一个月 哦 学舞一个月 大家好 我叫小虎 今年六岁了 洗舞两年 哇 两年了 太棒了 大家好 我叫小韵 今年八岁 洗舞三年 哦 大家好 我叫东东 今年八岁 洗舞五年 哇 八岁 三岁开始洗舞了 学武术小时候练功 它特别吃香啊 是吧 对 四个小朋友 能不能给我们来个姿势啊 亮一下 来 一 二 三 呼 呼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几个小朋友 来 陆霞 陆霞 您绝对是这个女中豪杰了 看过这个红海行动的朋友 都知着您 谢谢 谢谢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讲陆霞还是一位 少林功夫的女星 是吧 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在少林寺洗舞了 对 陆霞那是几岁开始的呢 就是喜欢的时候是在六岁去业余班 然后正式去少林寺拜师学艺是在十二十一岁左右 十二十一岁 十二十一岁 对 您这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 我们在少林寺的女孩子那个时期是不允许留长头发的 因为我们年龄太小没有办法自理嘛 就是去扎头发 所以就是很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方便一点 我们基本上统一就是基本上都是短发 是少林吗 对 我小的时候是跟他一起长大的 就在他的学校里边跟他一起练舞 发小是吧 发小 一块长起来的 对 这时候就长头发了 就感觉是一个蜕变 然后忽然间就变美了 陆霞 您现在每天还要练功吗 现在可能是有工作的情况下 就抽时间去练了 但是练的门类会比较多 以前可能就是我是练北派嘛 少林拳嘛 那现在如果根据工作来定的话 可能也会练到西洋拳 自由搏击 拳击 柔术 一般就是要拍什么戏了 对 提前会准备 对 训练一下是吧 但是很好的一点就在于 我从小有这个基础 学生东西就很快就能上身 门通样样通嘛 对对对 处类旁通 我觉得小男孩练舞 还算是比较普遍 但是女孩练舞 就不是那么普遍了 是吧 确实 我们是10比1的比例 那你为什么要练舞呢 因为我从小就看了一部电影 看过那部电影之后 就奠定了我要立志学舞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确实是 就是1993年供应的 太极张三峰 我的偶像李连杰老师的电影 因为李连杰老师 有很多的武术爱好者 学习了武术 这可能也是 李连杰老师的贡献 是吧 影响了一批人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偶像 先得有一个目标 然后再去追着自己的梦想 武术更是传帮带 需要这个老一辈的人 带新一辈的小孩们 然后习武 跟老师学 就是有的这一批人 才有的我们武术的传承 那圣左哥呢 圣左哥是几岁开始习武 26岁 26岁是习武 还是26岁做演员 习武 做演员是18岁 也就是先做的演员 后习的武 对 那你小时候没有习武 小时候没有 小时候也没有拍过片子 也没有拍过电影 有 我四岁拍了两个片子 你四岁拍的两个片子 我三岁我就拍俩片子 真的 当时我是左腿 拍的很光片子 拍的很清晰了 没有一个给兄弟蒸个面 江泽老师 您这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看 好像有 哪有 哇 这个是你 哇 这是谁啊 这是您啊 哥 这是我 这是我 我差不多十岁左右吧 我已经差不多两百 棒 应该一百九十金人当时 哪个是您啊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对啊 就那个 哇 太可爱了 真的太可爱了 还有皮 我觉得大家长大后都是感觉像退了一层壳一样 然后化剪成叠的感觉 你像向左哥一开始也是那个胖胖萌萌那种感觉 然后慢慢自己长大后可能也是因为喜欢锻炼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喜欢 一下是变瘦了变帅了 向左老师 您这一天 现在每天还要练功吗 现在练 跟刚刚开始练不一样 刚开始练 很多基本功要练 我只是拉筋要拉一个小时 我本身比较喜欢爆发力的运动 从武术功夫里 我也想学一些比较爆发力的 所以我的筋会很硬 非常硬 我理解 但是武术需要的是筋要很软 所以要硬拉那个时候 可见练武是多么需要毅力的呀 坚持 小朋友们 你们练武会不会哭鼻子呀 不会 咬紧牙就眼里就不会掉下来了 哎呀 咬紧牙眼里就不会掉下来了 这是一个孩子说的话 这个我们也是更希望 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习武 去练武 第一可以强身健体 第二可以弘扬传统的武术文化 来 感谢四个小朋友 来 感谢 来 陆霞 江泽老师 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叫 女子防身术 能不能现场教教我们和这个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向老师您给我们知道知道您都会是吧 我其实会很少因为我毕竟不是女子 我会一个你抱着我吧 如果你还跟我们都计划 这观点不错 好 可以 家人 你 尚舵国使剑 尚舵国 你 先从头 踩一脚 太好了 今天是团灭之日 踩一脚 碰头 其实他基本上手就会有干扰 力度就会少 基本上一半以上就能跑 就可以挣脱了 你来我试试 我跟孟哥试试 孟哥 我还抱您 先用个头 过脚 还真是 我先回休息室了 完全是个细精 先用个头 过脚 孟哥 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 对方不配合你怎么办 刚才九郎有个动作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呀 你比如说我们试一下 这没关系 不是 你得好好抱 对 这我就没有必要防了 对对对 没有必要防了 你要真的 不好意思了 咱们这做的动作也是让观看的人学习 对 好好好 对 你刚才是不是这样去做 是 你踩脚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你会踩不到 是 那其实它有个很大的漏洞摆在我们的眼前 手指 是 随便一根 其实女子方是说她没有固定的招式 没有一个固定的环境 随时出招 见招拆招 刺两拨千斤 再讲一个小动作 你说 我也在现场交给各位女生一招 就是 来 我们来 来 来 你说 来 好 就一般比如说 骑胸 你可以抓我脖子这个位置 代替一下好吗 好 有三种解脱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扣住她的手 抓住之后呢 其实是不要让她的手跑掉 顺势起你的左手 沿着她的手臂向下压 还有个破解的方式 就是还是刚才那一招 就是我们扒着她的手 掰她两根指头就可以了 重点是 你试一下 重点 你可以用劲了 没关系 一定要用劲 你看我推不动她 对不对 我掰到的时候 如果我是这样 她是可以活动的 可以挣脱掉的 对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的力是向下的 一定要垂直向下 我试试啊 我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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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一定要是垂直的力量向下走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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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辛苦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经过刚才简单活泼的教学活动 我提议咱们大家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呀 太好了 那下面我说一下游戏规则 梅花庄推手游戏规则 梅花庄推手 考验的是大家的肢体协调能力 三人一组分为两组 每轮双方各派一人 以蹲马步的形式站在梅花庄上 将对方推下梅花庄即获胜 只能推击对方双掌 其他位置无效 本轮为积分赛 失败的队伍将集体接受神秘惩罚 我跟向左哥还有陆霞姐一波 你倒会挑 多好啊 那你们玩吧 你们仨玩吧 咱也别分了 就这三人一波 这三人一波 他们不是仨大佬爷们儿 我们不是俩姑娘怎么玩啊 真是 这俩姑娘带一狗 你知道吗 咱上你以后 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谁先来呢 我先来 来吧 来吧 去吧 好嘞 我去吧 这个挺厉害的 吉人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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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别的马步 哇 在您那儿 有春泉吗 哎 差点了 哎呦 贵 来 换第二组 来 来 酒了 好 来吧 来 来 把纸给我拿过来吧 给我也拿一个 你是来X什么 还要开始吗 来 三二一 开始 使劲 推 老周 你赢了 我就没有赢的必要了 三规 你别给我来一嘴 不许动别地 这不是咋给人端一斗了 怎么还 给一手嘴巴在那儿行啊这个 一比一战平 夏老师 三二一 开始 注意技巧啊 击掌 击掌 咱应该击掌 不行 夏老师 不是 夏老师 夏老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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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没准 你不能每个洞 你都得钻一钻 啊 警告一次啊 只能是推啊 掌 掌 掌 手 手 推手啊 不能不能拽啊 不能不能拽啊 手推手啊 不能拽啊 手推手啊 不能不能拽啊 我推啊 不行不行 但刚才比赛规则是只能手推手 哦 所以这个队失败 这个惩罚的我先给说一下啊 大屏幕会出现几组动作 然后惩罚的人可以自己挑动作 然后保持十秒 哦 来 看下大屏幕 哦 哎呦 太难了 哦 来 日子 不行 夏老师 不行 不行 夏老师 夏老师 这不行 哎 别着急 夏老师 这不行 为什么 夏老师 夏老师 你先起来 你先收拾 夏老师 不是在这儿 是在梅花庄上 哦 这样 咱也不用保持十秒了 咱们 三秒 对 够一张照片就可以 好吗 好 我先装 给他两个装 咱们俩一人一个装好不好 也可以 我来这个白鹤亮翅 对 大同展翅也可以 我来一个 你快点 大同敬酒 对 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好 又练了功夫 大家还玩了游戏了 还真是 有点意犹未尽了 在这么短时间内 大家能喜欢上这个武术 可见就是和来的嘉宾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还给大家 请来一位神秘嘉宾 隐藏在民间 是一位武术高手 这个名字 我先不告诉你们 咱们先看一下 他的精彩表演 欢迎 是吗 地裙红了走天涯 那日我跌过 眼水里人家 赞随马做个女傻 那些套路好秀 光南山北亚 舅舅与孤家 是小怒马道的潇洒 帮到谁牵托 几入江湖 诸步风波 刀剑凉薄 谁要我入座 不着于谁烈火 仰心急装 心下不寂寞 寄入江湖 名利如何多 是非刀破 怀疑才快活 我这流失在闭 山河走魔 经验这天下 谁能拖 有我身来就敢做敢想 天空战会持代我闯一闯 月之中就有个大胆方方 无非过人世一场 默奔 小儿女纷纷你吃他有傻 何必就个统统作罢 与与与没难告 我寻有放客 写作应万差 你无许法谁能吵架 生死都赢过 挤入江湖 无数不风波 道歉两波 谁要我入座 我捉一席烈火 扬尽几桌 心下不寂寞 寄入江湖 名利如何多 是非倒破 坏在快活 我周六世代彼 山河走墨 请念这天下 谁能拖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还融入了女团的歌舞 对对对 那老师们来个自我介绍好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大学的老师孙琳雅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FMG 欢迎 刚才这个表演是怎么想到了 又有功夫 女团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表演 其实呢我们团呢 就是一直以来的就是一个风格 就是一个女侠的风格 然后刚刚这首歌呢 他讲的也是这种行侠张艺的故事 然后跟老师的这个就很契合 又能听到了好听的歌 而且还有武术表演 确实可以说是株连碧合 孙老师 武术有几个级别是吧 我听说一个词叫五英级 对 很高的一种级别吗 什么叫这个五英级 五英级是武术界的最高的一个称号 在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比赛上 要获得六项全能项目的前三名 其中有一个单项必须拿到冠军 才有资格申请五英级 首先是自选权 然后自选短兵长兵对练 再加上传统拳和传统器械 原来是此 像锦标赛 全员会 冠军赛 就是赛事分量比较重的一些 获得成绩的才可以拿到五英级 您是什么级别 我就是五英级 您是五英级吗 是 两位金国英雄 刚才我们看表演的时候 林亚老师有一个慢动作 就感觉特别帅 这个是怎么停住的 让你暂停 这是用了咱们这个现场的高科技手段的一种摄像机 这子弹时间 可以把大家腾空起来的动作拍摄下来 还会专门抓拍大家的面部表情 现在那个台子就有这个技术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现在想去感受一下可以吗 好 你先去 你第一个还稍微填一点 孟哥 拿把剑是不是更好看 对 好了吗 等会儿我再练一下 我再练一下 往前 往前 来 好 你已经跳完了 没有 没有 再给一次机会 开始 技术手段就是这样高科技 练完了以后 马上就可以在大屏幕出现 大家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好看 可以可以 帅呆 那我们也跟你去吧 一块吧 咱发一块吧 完了吧 行 这么着是吧 对 来 三二一 开始 累死了 这一下 跳完了吗 跳完了 你们知道张九南跳得好吗 挺高的哥 他干嘛 他干嘛 哦 这起来是吧 确实很漂亮 但是向左老师 您没有注意您自己的表情管理 老师 你能不能给点这个重当的 脸部差点啊 对 落地很帅嘛 对 你不能光看表情 这个动作还是很帅的 开始 漂亮 漂亮 这个帅 看一下表情 还好表情还可以 还可以 太行了 太帅了 这是全场最佳吗 这绝对是最佳了 开始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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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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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情管理好好 开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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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好看 可以 可以 好看 漂亮 好棒 好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跳得很开心 玩得很开心 刚才也看了女团的表演 感谢你们 台下就多休息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孙老师 您是怎么和功夫结缘的 我感觉 这好像有一点我父亲的套路在里面 我父亲他是一位武术老师 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看武侠片 就蛮喜欢武术的 但是我父亲母亲他们都一直反对我洗舞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去体育馆去玩 然后就看见了一群小朋友在他洗舞 我就感觉非常的酷 然后就强烈的要求父亲教我武术 并且呢也因为这件事了 我就一直哭 之后呢我父亲就终于的松口了 他就说了 你想学武术行 但是呢就是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不管武术的路上有多艰难有多苦 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不可以打退堂鼓 你要是答应我这个要求 那么我就让你学武术 那当时呢就好不容易感到 哎呀父亲终于同意了 就特别开心 什么也没想 然后就一口就答应了 我绝对就再苦再累 我都会坚持下去就这样 我觉得他们绝对是一个好的老师 无论是激将法呀还是套路啊 这样会让你在武术这条路上 永远地走下去 永远不会放弃 是的 贾老师你在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伤 拍戏的打有很多的意外出现 听说您这个拍《红海行动》的时候 就是受伤了是吧 特别严重 《红海行动》 我这个右脚就是想体验生活嘛 然后去到部队 结果那时候天太冷了冬天 然后我跳高的时候 脚就踩到一个洞里 就拧了一圈 三个地方骨折了 然后我不敢跟剧组讲 我觉得如果讲了之后 你可能就失去一个机会 然后我就打着封闭 缠着绷带去拍的戏 拍了五个月 就是你做很多跑啊 摔啊跳啊 而且我那个机枪有二十斤重 我的装备有十斤 所以我整个的力量 基本上就放在一只脚上 然后就每天跑步 就是大家都看 都觉得你为什么会那么累 你为什么跑一条就浑身是汗 我不想说 我不跟他们说我是受伤了 我就说是挺累的 但其实是疼的 其实是伤 那个疼他一直冒汗嘛 所以就是那个经历 还是挺深刻的 那这个事跟家人说过吗 其实这个家人知道 因为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 就是被人抬回来的 主了两个拐 然后一拳一拐回来 回来之后 我妈妈就每天照顾我 她也挺心疼我的 我很感谢他们一直是鼓励我 因为我觉得洗舞也好 然后整个拍动作电影也好 我觉得她首先练的是身体 磨练的是意志 可是心会变得很强大 你的内心 就是你可以去顶很多的压力 然后可以忍受一些外在的 所谓的痛苦 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们相声里边有一段叫大保镖 其中一对台词叫回马枪 您能不能给我们示范示范 什么叫回马枪 回马枪它是古代在战争中的 一种迷惑对手的一种招式 对手是感觉到你是要撤 如果要离开 实际上呢 你会突然来一个回身反击 就击打一个措手不及 漂亮漂亮漂亮 我们这个动作肯定是学不了了 您给我们摆一个姿势好不好 行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两个小师弟 好吧 好 来周俊良拿着枪 来 久南上 久南来一个来当一下马 对快 转半圈 然后向上 好 对好 太好了 特别棒 我不明白我蹲着有什么意义 你要不蹲着 我可能就躺下了 就是 刚才提到了相声大保镖 对 我觉得这个相比来说孟和唐还算比较拿手 对 我觉得你在台下一会儿和孙老师学学这个姿势 学学这个身段 好 一会儿把它揉到大保镖这个节目当中去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咱们让孟老师和孙老师去学大保镖 好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第一次灌口和少林功夫能结合在一起 对 我们也领略了女侠和这个女团的精彩对决 是 嘉宾呢还没有完 还有神秘的嘉宾 还有 那当然了 下面有请叶问第二代传人董崇华老师 有请董老师 董老师你好 董老师你好 董老师好 董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咏春拳的 我学咏春其实在二十多岁才开始 那二十多岁之前是干什么的呢 我在水咏春之前呢 其实我是一个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 对 所以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有学过一些基础的武术 哦 学咏春难不难啊 学咏春其实不难 不难 对有句说法是叫做易学囊筋 学习比较容易 但是你要精通相对会难一点 但是他这个上手比较快 我真喜欢那上手快的 您能不能教我两道 可以啊 哦 这么高 牧人庄是习武者训练手法 脚法身形等基本功的器械 永春 叶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只有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 才能获得武学精髓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您一开始学这个的时候是跟谁学的呀 我跟叶准师傅 英文的长子叶准 因为其实我学永春也是因为我的偶像李小龙 所以我才对永春很有兴趣然后再去学永春 师出名文 您是第几代传人 英文永春的第二代传人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咱们让董老师现场教学一下 打个两双嘴巴啊 好 哇 哇 哇 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个我感觉着 我随便给您拍一人啊 张久南 这个我感觉 你没问题 他拍这个没问题 好好来啊 直击命脉 你没问题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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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急了 怎么还 兄女 兄女 怎么都会儿都站那儿的 我猜他就得这样 你没问题 这是我们先给您来一个抛转引玉 对 这二位老师有没有兴趣学一学 好呀 好呀 非常喜欢泳春拳 因为女生也特别适合练泳春 那要不我就带几个动作 好好好 也不要太难 好 来 你应该是练过舞 是应该很厉害 学学哥应该是 好 我们先把马骨打开来 好 练一个拍手 来 一 二 三 十一 非常棒 好 马上就回了 马上就回了 好 很乖 好 真的 把动作 马上就回了 很快 好 你觉得太快了 奇才 听众奇才 昨天之前是不是练过 看到过 是吧 今天终于学到了 小姐 您说实话 是不是看我刚才练的 学会的那种感觉 对 偷师 成功 下楼有兴趣吗 来一下 我想跟活的 活的来一下 跟活的来一下 没关系 咱第一 咱们这个别挣扎起来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也是男方拳 我很尊重所有的拳法 所以不会伤害对方 既然俩人有这个想法 我们也是大饱眼福 咱有请两位老师 咱们对决一下 好 太帥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激烈了 真是我们都没瞧见过 这样的对决 真是真是 就仿佛电影就在眼前 我看刚才两个人的 出拳速度都非常的快 但都没打到对方 那是两人出拳速度都快 这肯定是经过训练的 那我这还有一个游戏 很简单 就是打气球 嗯 3 2 1 倒数开始 最先击破所有气球的 举手示意获胜 董老师您正好穿一蓝色的衣服 那您就打黄色的气球 您打蓝色的气球 好不好 好 加油 很期待 开始 同时完成 真的是同时完成 好厉害啊 江俊男有没有兴趣打一回 有兴趣 哥 来 我要挑战 那你挑战谁 挑战那个那盘的观众 来 你上来 来 不是 我觉得他行 你挑战江老师好不好 狭姐呀 没问题 来 没问题 倒计老师 咱把这倒计换一下 江俊男用头击破 不不算了 算了 头就算了 头就算了 还不到过年呢 我选这个好不好 你选这个是吧 那我也选这个 咱合力 我选这个 那我来 我来这边 走男人能赢吗 必须能赢 好 开拳 加油 有练 追走 张九南 你打成了什么样啊 你跟这儿欢喜鼓舞 赢了 我们提前了得有两秒吧 谁说提前了 这儿提前了 我们赢了 你们赢了吗 第一手 输赢不叫善 主要是娱乐 确实打得非常精彩 大家玩得很开心 下面几位老师 能不能一块 给我们演一个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歌曲 男儿当自强 伸扎树下心果大 多吃一点也不怕 伸扎树下提醒您 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伸扎树下心果大 多吃一点也不怕 伸扎树下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君和了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热血长那红日光 丹尘折打刮与青江 红金白千丈眼光万里长 我发奋套强就好汉 做歌浩瀚似梅真妖自强 热血难寒 鼻仔阳更光 让海贱为我最能量 去海贱的地 为我理想去做 看碧包包装 游岸碧空港阔好气场 我是南亿东指强 浪暴正空 大家做东凉做好梦 用我百点热 遥出千分光 做歌浩瀚似 热血热长烟 比太阳更光 做歌浩瀚似 一群一场衣 比太阳更光 刚才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们也看了半天的节目了 孟和唐也准备半天 他的节目大保镖了 也不知道回马枪练得怎么样 下面由孟和唐和周九良 给您带来这段相声大保镖 好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谢谢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上台得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德云社的小学生 我叫孟和唐 这位老师呢是我的搭档 叫周九良 我们俩人一场 周老师 无论哪一行哪一夜 都需要一个好身体 真是老话 对身体必须得好 你拿周老师来讲 身体就稍微差一点 我怎么来 你看现在这来看就是太差了 是吗 面黄肌瘦 眼睛都饿小了 我平时不怎么锻炼 是啊 眼皮也搭了了 嘴角也下 往下搭了 我看看舌头 伸出来来我看看 啊 舌头都出来了 你看 马上就要不行了 这不是你让我伸的舌头吗 身体实在是不是很好 那你行 你看我身体了吗 您怎么样 我身体就不错 就您啊 身体非常不错 哦 知道为什么身体好吗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我能吃啊 我能吃是福 对啊 我吃的多呀 哦 哎 哎 吃的多就好 吃那么多不消化呀 不消化 我有秘诀啊 啊 我有秘诀啊 你不怕不消化吗 不怕呀 哦 您听过这秘诀吗 什么呀 我教给你啊 汉堡薯条 不怕不怕 火锅烤串 不怕不怕 满汉全席 不怕不怕 美食再多 通通拿下 山楂树下 吃再多 都不怕 这个好身体啊 不光是吃出来的 嗯 而且你得练 得锻炼 拿我来说 我就是个练家了 您是练武术的 没听说过 练武术的 我打小我就练武术 平时看您也没练过呀 武术世家呀 小时候练 这玩意能轻易就漏吗 嗯 到我父亲那辈就练 哎 到我们这儿 我们哥俩一块练 这叫家传 对 但是我父亲 不能教我们啊 为什么 谁教我们呢 父不传子啊 对不对 这父亲教儿子下不了狠手 是 我父亲呢 就给我们找了一老师 是啊 啊 这老师呢 我们这老师 太有名了 一提起来 我们老师的名称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姓什么 叫什么呀 父姓 父姓冰堂 哦 父姓冰堂 大号葫芦 冰堂葫芦 冰堂葫芦 不是 什么意思你 什么呀 什么意思 你 你 这是你师父啊 啊 我师父啊 怎么能直会我们恩师的 这个名称呢 你这 你恩师千 不尊重 不是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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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恩师名字 听出来就是 他就那么欠川 什么叫欠川呢 冰堂葫芦老恩师 冰堂葫芦嘛 不啊 对了 冰堂葫芦 什么叫葫芦啊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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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堂葫芦 我师父学什么呀 学剑 我师父耍剑耍的可厉害 我师父最爱耍剑 我看出您继承这点了 什么叫继承这 耍剑嘛 这肯定 我师父来说呢 那耍剑耍的是一流 是吗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也学剑 就学这点 就学这剑 哦 学这 这宝剑呢 它不好练 怎么办呢 就找东西代替 什么呀 什么东西呢 就拿这个竹子削小一点 就削的稍微圆一点 拿它就当宝剑 是吗 这手拿着宝剑 这手拿着水果状的物体 拿这往上扎 练的是什么呢 练的就是胆儿 我扎死你 哎 红通通的啊 这是红的啊 好比就是贼人的手机 我扎死你 了了 我扎死你 您这不是穿串的吗 这什么串啊 您这是练剑吗 这不是穿串的吗 穿什么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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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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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每一剑要扎七个 对 扎八个就赔了 什么叫赔了呀 那不划算呢 怎么不划算了 您说您的 您说您的 七个 我们又不是卖冰糖葫芦的 我们就就是为了拿这个练胆 哦 扎这个 有一天我们在院里正练的穿果 见这堂课 就听门外啪啪啪 有人扣打柴飞 有人敲门 敲门呢 门分左右一看是谁 不是旁人 会有标局的找我们哥俩要保一趟标 保标什么意思 什么叫保标啊 嗯 现代人不太知道 过去有这行 保标呢 就是这家里边有钱呢 想运输 哎 出门不大方便 怕贼人抢了去 怎么办呢 就找我们这些武艺高强的人士啊 保护着他们出行 就万无一失了 您说快递我们听得懂 快递干嘛 过去可能有这行 我们叫保标 我这能不能去 得问我师父 您问问吧 跟我师父一请假 我师父快去快回 同意了 上了车之后 对儿驾我和 就到了会有标局了 嗯 到标局门口掌柜等我们哥俩半天了 看我们哥俩一下车上前抱拳拱手 二位壮士驾到位 曾远迎是当面恕罪 真客气呀 我说哪里 老英雄 我们哥俩实在来得太匆忙 嗯 没给您带点土彻彻 啥什么的 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来得 带点什么呀 带什么呀 带山楂树下 带什么山楂树下呀 带点山楂 糖葫芦 带什么糖葫芦 人家给咱连一活 咱应该的 你们家土特产不就是山楂吗 我说山楂了吗 我说山楂了吗 好 我们练穿果剑 我们就山楂了 水果状的红色物体 对 没错 哎 老英雄一指手 二位壮士里边请 嗯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 海漫的院子 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兵刃 老爷子就说了 嗯 来二位 见见号吧 什么叫见见号 什么叫见号 嗯 看你们哥俩武艺如何 哦 这要考验考验我们哥俩呀 这能难住我们吗 怎么样 我哥哥一伸手 把这花枪就抄起来了 练枪 练枪可有讲究 什么讲 七尺为枪 齐眉为棍 大枪一丈零八寸 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小一寸巧 我哥哥要扎这么一趟 六合枪 嗯 六合枪 哎 分内三合外三合 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 言与心合 气与力合 不与招合 有赞为正 怎么说 说一扎梅团二将心 三扎齐度四辽音 五扎柯西六点角 七扎肩警左右分 扎着围枪 涮着围棒 前把围枪后把围堕 大杆子占六个字 哪六个字 崩巴呀 盖挑扎 嗯 我哥刚要扎这六合枪 我说哥哥 您这类风师可刚好 呦 可别反复了 我哥哥闻听此言把大枪放回原处 往这一站那 真是气不庸出 面不耕色呀 他就没练吧 啊 啊 没练不要紧哪 我得练哪 您练什么呀 一伸手把这单刀就抄起来了 练刀 刀交左手 这叫怀中抱月 他是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碎 单刀看手 双刀看轴 大刀看云手 我给他来了一个夜人八方藏刀士 哎自杀呀 不不您就起来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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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回来回来 夜人八方藏刀 藏刀士 我昨儿练得挺好的了呢 今儿怎么 您练得招招不离自个儿的脖子 是吧 给你一个 招 藏刀 是 啊 是这架势 哎 这刀藏起来了吗 藏起来了 对了 刚我练刀打那边来了一片黑云 它嘎啦啦一个响雷可就下起雨来了 嗯 我心里边高兴了 这没什么呀 黄土地一下雨一般人可都站不住啊 打滑你别开心了 这会儿就显咱能耐啊 是吗 就看咱这口刀行上就下 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 竟见刀不见人 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您在院里练刀 我屋里被雨呢 这避雨啊 避雨啊 避雨 刀呢 刀扔院了 我说只见刀不见人呢 废话 大下雨天上外边练刀就疯了 有病啊 老掌柜的一过来 一看 这雨一半会儿停不了 是啊 二位 咱们到后院验验吧 哦 看看宝的什么 什么叫验验啊 就是看看你们哥俩宝的是什么 是 到后院一看十六辆大马车 满都是黄邓邓这么大个的 金驼子 老窝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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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饱一个蔬菜 什么饱蔬菜呀 快的一个蔬菜我就去了 你去你去行的你 这老窝窝嘛 你看这是窝窝 啊 其实啊 这窝窝切开里边掏空了 放的就是金银珠宝金瓜子 知道吗 盖好盖黄泥墨凤跟窝窝一样 这叫窝窝标 你行吗你 哦 还你就去了 到马车头里一看 七个老窝窝 马乘一溜 大猪肝子穿好了 这行啊 是 你先考虑考虑 用夺带锅熬糖 那时候 没听说过 老掌柜的可能怕我们想家 走吧 趁着天色还早 出北京 骑虎门走 燕郊下店 风润玉田 边山枣林断家岭 真的岭 到了真的岭 天可就黑了 依着我哥哥的意思呢 要打尖住店 休息 我说哥哥不行 这里贼人太多太广 咱们还是赶路围绕 趁着月色往前走 来到一片蜜 松林就听 日霸一声响尽 铐铐铐铐铐铐 铐铐铐铐 私下里是 啥声震耳啊 我说坏了 林里原来 有了则了 有贼了 有贼了 截道的 有贼了 是不是刚才教那功夫 都用上了 干嘛 你这是做法呢 是怎么着 有贼了 从林子里蹭蹭蹭蹭 二百罗罗兵来 一人一把鬼头刀 验别至排开了战壕 灯笼火把式 赵如伯咒 打中间出了一骑马的黑大个 手拿冰铁大棍 口念山歌词 怎么说 呆 呆 儿子 哥 怎么突然蹦出一儿子呀 这贼带着儿子出来的 小子回去吧 小子回去 老子出来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胆敢说不止 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 滚埋 要打死你们哥儿俩 多狠的贼呀 我哥哥一听有贼了 当时气得是 三十声暴跳 五零豪气飞空 两脚一点 飞虎颤 处当里一时劲 出拉拉 出马拉 拉屎了 我说哥哥 什么味儿 兄弟 我拉了 我说哥哥您不至于 小小的鼠道毛贼 能把您气成这样 你确定不是吓的吗 咱们说气得好听 管着吗你 我说哥哥 你且退后 让小弟我前去送死 对了 回来 前去送死啊 应该呢 勤贼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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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好贼好贼 就敢气得我 兄长拉屎 你怕人不知道是吧 我说好贼好贼 我放下武器 你饶我不死 我 吓不死他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 您说什么您的 放下武器 你饶我不死 投降了 哪句听出投降来了 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什么了 放下武器饶你不死 这是投降吗 你什么意思 这是投降吗 这是给他个台阶 十下子放我们就过去了 赶上这贼也是狠心贼 不听我这套 抡起冰铁大棍 就砸起来了 要赶紧躲吧 躲 躲来不及了 一横我这花枪 啪 来了一个力挺 千金扎拿我这枪 赢他那铁棍 啪 就这一下 铁棍飞了 这花枪蛇了 花枪蛇了 我还有一根呢 另一根花枪抽出来 牛马一挫凳 我给他来了一个 回牛枪 我这 再来一次 对吗老师对吗 你这是做牛里了 这是 什么做牛里 回马枪 回马枪怎么还回牛枪啊 我骑着牛啊 好 有人骑马 你都骑牛是吧 骑牛怎么了 骑牛好啊骑牛 骑牛防骨啊 想当初孙旁斗志孙斌 其实就是牛 人家 人家五色神牛 我这也带色 什么色 黑白花 奶牛啊 你管着管不着啊 没有兵刃了 没有兵刃了 怎么办 催牛快跑 催牛跑 跑还跑不了 咱们这牛也缺德 晚上跟前凑合 凑合到跟前 眼看着这大棍就抡下来了 嗯 我一抱脑袋 污名休矣 等死吧 等死吧 我一抱脑袋 我又乐了 乐了干嘛呀 我这后背背着 护背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救了命了 怎么呢 双刀抽出来左手刀 磕开贼人的铁棍 右手刀 来了一个海底捞运 当时是红光崩线 鲜血之流 抖大的脑子在地上 鸡鲁咕噜乱滚 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宰牛啊 感谢各位武林高手的到来 给我们这个客栈呢 增添了不少的欢乐 嗯 我们也领略到 中华武术这个魅力 它是我们国家的瑰宝 节目接近了尾声 有请嘉宾们 每人说出一句话 送给你们心中的中国功夫 就是希望中国武术 能够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 太好 牺牲力量的加入 然后传承和发扬 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好 一起助力加油 谢谢 好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中华功夫 奄远流长 好 我希望我们这帮年轻人 可以把中国功夫 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好 很实在 这个确实是 这句话让我们听得也很感动 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中华武术的精神 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我宣布本期节目录制 圆满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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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准备 别说准备 你们别美了 节目是快结束了 咱不有一个正事呢 什么正事 男一号 谁呀到底是 这个 快说别乐呀 其实男一号已经 内定了 已经内定了 是咱们余谦老师 所以呢 你们几位 可以去烫烟头 为什么孟和唐不在呢 就是孟和唐已经先去烫头了 拉倒不 鸾哥 我看见就是吃多了 不过没关系 给鸾哥上点那个山楂树下 赶紧消我消我吧 山楂树下是越喝越好喝 越喝越爱喝 感谢所有嘉宾来到我们客栈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了 中华武术 门派众多 各美其美 其之所以伟大 不仅仅在于他的记忆本身 更重要的是代代传承 代表我们中国人气质的武术精神 所谓练武先练心 未曾习武先修得 内外兼修 放得一身浩然正气 此乃武被青年追求的 不断精进的目标所在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中华武术的精神 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书说至此暂告一段落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今天请了几位特别的嘉宾 他们和国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掌声有请 曾毅哥 林花老师 我是李欣欣 我是上中原 小颜 颜永强 咱们这个手艺客栈 把传统文化要表达出去 来这儿就是要炸掉这个舞台的嘛 那我出战嘛 灌压群芳 山楂树下 我爱你 就你会飞烟呢 道具老师 道具老师 把锁拿收了 咱们玩一个游戏 明月之多少的游戏 拜新年 对了吗 对了 你都听得到啊 还有兄弟 还真不是那个 没问题 不对 咱们听的曲子都特别熟 而且每个人都能哼出来 都是明月的耳术能详的作品 这也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意义 对 挖掘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当中的闪光点 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感受到我们的国学 国风的魅力 让下一代更能体会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 锁定天津卫视亲情打造优酷全网独播的青春手艺人 下周不见不散 打开优酷APP摇一摇 进入酷耿社区参与话题讨论 看更多德云社和传统曲艺趣味内容 登陆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搜索青春手艺人参与话题互动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深度游戏合作伙伴新剑侠情缘 国风武侠有你的地方才是江湖 上花背搜翻翻卡 惊喜好礼等你拿 感谢所有嘉宾来到我们客栈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了 容美好 更未来天津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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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